克文哲个人他是属于个人形态的魅力 他这个跟法国总统马克宏不太一样 法国总统马克宏他的确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 叫做前进党 然后用前进党的力量 他当选了法国的总统 那赖鱼谦是法国的专家 那我以他为例 前进党是怎么成立的 我举一个例子 白色力量基本上是两个大事件 那这两个大事件 一个是洪仲秋事件 那还有之前的像文灵院案等等 慢慢的累积再加上太阳花 所以他基本上是一个在网路上 或者有的时刻 甚至是有一点网军操作形态 所形成的舆论力量 然后影响了很多人对问题的看法 也影响了很多人对克文哲的喜爱 再加上克人文哲个人的魅力 可是像法国的马克宏 他的前进党是怎么样取得社会对他的支持 他们虽然也有网路 可是他是很扎实的在每一个乡镇 做田野调查 了解法国的问题是什么 发现传统的左派 传统的右派 原来的传统政党都没有能力 抓住他们的问题 所以他的方法不是推翻原来的体制 他的方法是提出 他们所面临的新问题 然后所以就有一个前进党 所以他就有点像人类学家的那个田野调查 所以他的每一个国会议员 是用这个方式在那个选区里头 他自己代表马克宏 在那个乡镇里头进行田野调查 然后再把所有的这些国会议员 他们候选人所提出来的田野调查 变成共和党的共同证件 所以这些国会议员是有他自己 在地方和老百姓直接接触的这些关系 所以你提到的像陈思雨 他除了他是陈建明的女儿 他的意义可能高过于 他是柯文哲的幕僚 而何志伟我是见过他几次的 他的亲和力非常强 先不要谈说他的妈妈薛灵 他的继父是陈胜宏 他们在当地的实力 何志伟本人亲和力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他个人的因素 可能还超过迷朗的因素 所以他本来在那个地方当选 我觉得一刚开始对我而言 应该这是懂政治的人的 就不会太意外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的人说陈建福的票如何如何 其实他们要谈陈敏夫保险 因为我实在不熟 然后何志伟本身 其实是一个很强的候选人 他不是一个米娜所推出来的 然后蔡英文的子弟兵 根本完全不一样 这个跟我们拿来做 跟陈思雨的比较 在地方的经营是 完全不同的 那他个人又不是只是说 传统式的政治而务 他有他的亲和力 他有他代表年新世代的某些语言 那所以我们回来看 这个柯文哲的总统大选 会跟这次的选举 我觉得他本身有点不太相同 但他也告诉柯文哲 也告诉很多想支持柯文哲的一件事情 就你的下面是空的 没有组织 你的下面是空的 未必是组织 就是说你可能除了在网络的声量很大 然后社会民间对你的喜爱度之外 你可能对于台湾各个地方 所面临的问题 那你对他们老百姓的痛苦 基层他们的需要 是否已经掌握到了 这件事情 我所谓下面是空的 不是指条卡啦 因为我不谈传统政治 所以现在政治其实已经走到了 另外一个阶段 那你是否已经对于各个地方 喜爱你 想要投票给你 想要支持你的人 你是否掌握得很好 这些人他们的痛苦 为什么会转嫁到对你的期望上面 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柯文哲还没有开始 也还没有做功课 那如果他选举了 他可能会当选 可是他当选了会出现 他没有办法治理的问题 不只是他没有团队 他搞不清楚各地的 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我觉得从陈思雨的现象 再来看柯文哲 他不代表他不能当选 只代表说他们可能对地方的掌握 以及对地方许许多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现在的政治 其实从韩国瑜现象可以看得出来 网路不是一切 还包括了你对当地 老百姓的痛苦的掌握 这个文件有提到一个 马克宏成功的把他的政党组织起来 而且成功的把他的政党的特色 把他标举出来 然后他在选举里面 他所推举的这个政党的候选人 事实上就成为他 成为一个总统 以及在国会里面 支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力量 但是如果说柯文哲缺少这个队伍 他如果不能够有他的政党 不能够有他的队伍进入立法院的话 他本身在行使他的政权的时候 他在立法院里面 没有足够的支持的力量的时候 他的执政很有可能就在原地里面 一直不断的大转 也就是说他所推的任何一个政策 或是任何一个大的举措 如果没有在立法院里面 得到支持 我觉得他本身要大力大破 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所以他必须要把他的政党组织起来 可是按照他这一次 所以您建议他是要主党 一定要主党 但是看起来他这一次里面 他的陈思雨的失败 是他有退缩的现象 他把时间说这个组织战 要放到两年以后 人意思是说他是间接告诉大家 他2020不参选吗 我觉得他不会 目前我不觉得他不参选 好 但是问题就当你要选总统了 你还是要把你的各方面的主张 要出来了 例如说你的安全的主张 国家安全的主张 两岸政策的主张 对外政策的主张 你的军队的主张 你的内政的主张 你的经济的主张 你财政的主张 教育的主张 文化建设的主张 你各方面的主张都要出来 你要把这些主张中 浓廓成为一个哲学 就是浓廓成为一个政党的 一个图像 这个图像在哪里 柯文哲如果没有把这个图像出来 而这个图像是台湾的很多选民所支持 而且因为选民支持 而选民的那些代表人物 要浮现出来的话 代表人物浮现出来 就在地区里面 他成为他的议员 就是立法委员的候选人 这个图像如果没有浮现出来 他怎么样把他的外议的效益 或是他在总统选举中 把那个力量转移到这里 就很难了 陈思宇怎么能代表柯文哲 或是我们讲的徐欣盈 怎么代表柯文哲 就是柯文哲所支持的对象里面 有哪一个有某一种 特殊的形象在里面 柯文哲现在还需要韩国瑜取暖 当然希望韩国瑜不要出来 不过因为本身 我们也是选举出身的 我们来看这一次 如果先讲这个选举的话 本来何志伟他就已经经营很久了 他本身就是40 就是这个选区里面 他就经营很久 那丙辅的话 因为他本身不在40区这个区 所以40对何志伟对陈彬甫来讲 他选这个局是比较吃力的 因为他这边没有经营过 我们选举的人都很清楚 平常的经营是很重要的 由于像这一种 他是属于一种补选的状况 一定比较冷淡 气氛会很冷 气氛冷的话投票率低 然后大家注视的不高 所以说谁的基层的经营比较深厚 他一定会占得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今天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是 为什么柯文哲这个太阳 他的票没有办法给陈思宇 我先给大家提醒一点 韩国瑜这一次在九合一大选的时候 他一共帮高雄市议会 背了10个新的议员上去 这10个新的议员里面 也有像陈思宇这样子 过去也完全没有参选的经验 他甚至也没有什么地方 有什么政二代 其实陈思宇是政三代了 他的爷爷陈安邦 在国民党时代当过国大代表 然后这也是他的父亲陈建民 然后他的一个姑姑陈敬敏 现在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 所以其实陈思宇要算 他算政三代 我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 柯文哲的票 没有办法转给陈思宇 我这句倒是蛮好奇的 因为其实我看柯文哲市长 也是蛮卖力在浮旋的 各个大大小小小的场合都会看得到 相对的韩国瑜他可以 在高雄市选举的时候 尤其高雄市又是这么的绿 韩国瑜居然可以把10个 高雄的新人 国民党的新人 把他给推到高雄市议会去 我就在想是不是 韩国瑜这个太阳 光芒比较大 光芒给盖过了柯文哲 是我不知道 我是这样这样想 所以我觉得 这个陈思宇的这个败选 我觉得柯文哲市 一定要有点紧张的 我觉得陈思宇只要往上拉 这个我觉得 何志伟一定往下降 这是一定的 因为这是个组织战 这是个组织战 这是补选 这是补选 这跟大选不大一样 跟柯文哲没有关系 因为补选是组织战 就是说跟柯文哲 是陈思宇自己本身 在绿营的支持者有多少 或者是他中间的支持者 有多少的问题 而不是说跟柯文哲外溢效益 中间选民在补选不会出来 所以因为他又是像 比较像选区长 他不是选议员的一种广泛性 他是像选区长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 柯文哲他去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到底帮了 陈思宇多少忙 他很尽心尽力的帮忙 但是没有用 重点在这里 我觉得这到他 因为他马上就要面临到 他要不要去参选总统 今天陈思宇 我再打个比方 如果今天是学姐出来 学姐的知名度 当然是会比陈思宇高很多 但是学姐他没有陈建民的背景 陈建民毕竟当了几届的议员 然后他的父亲 以前是国大代表 他的地方是属于 真的是政治上面的延续 他当立委 对 他也当过立委 当过议员 所以我觉得 如果今天再换个角色 如果是学姐出来选的话 他的票才可以比较多 是代表是柯文哲的票 反而陈思宇是有点家族的票 在里面 所以我觉得 难怪柯文哲也是有点淡定 然后觉得说反正这个是 你们陈家在选 那你们的家族 所以反正 我倒是结论是这样子 韩国瑜这个太阳 还是比较大的